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郭董的這個態度 其實真的滿替他捏一把冷汗的 因為有志 其實你也很懂政治人物的 一個形象包裝 可是郭董的這個性格 那個霸氣的性格 在這一次 就今天早上他那樣子的一個動作 又再一次的展露無遺了 不是嗎 我覺得剛剛的話 我應該把他講明了 他那個 剛才是說 他說什麼 血壓飆高 我都已經擔心他血壓高 我剛剛講他郭壯司會不會氣到 現在已經在 嚇得要死 那個是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在討新聞的時候 都會寫某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什麼 大概誰會來那種施壓 或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有一次我都在寫那時候 你記得那時候郭董 經常跟一些藝人傳出消息 什麼劉佳麟 林志玲那樣 因為新聞很多 我是社會主 我帶筆 他說有時候幫我寫一下這條 我寫 寫 寫 我比較爺語你知道嗎 這比較開玩笑的事 因為社會記者就會這樣 結果財經主管馬上很緊張 有事實在 這個新聞可不可以改一下 我說我為什麼要改 你改的不就是封我的嘴巴嗎 寒蠶效應 你說要改就改 他說不是啦 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都戲稱 郭台銘叫郭壯司 我一聽就 那趕快改 那還是趕快改好了 因為被告 怕他怕得不得了 大家怕是因為他有 過去有很多的例子 他有訴訟的那種習慣 當然我相信他 因為他是大老闆性格 那不合我的意就換掉員工 換掉議題 換掉什麼 那是他的性格 員工怕他 媒體也怕他 對 你要為什麼讓媒體怕你 我對比剛剛韓國瑜那種方式 你們現在不是在VS嗎 你們是不是在尋求大家的認同嗎 選舉不是人越多越好嗎 越多人挺你越好嗎 如果你不是這麼十幾二十年 在我當記者的 我相信你跟我應該都有被人要警告過 郭台銘這條小心一點 為什麼你一直要記者小心一點 你如此跟媒體相處 如果這二十年來 你不是這樣相處 你現在又如何這麼辛苦的 要花這麼多的錢去做置入 去做行銷 韓國瑜有花幾千萬幾百萬 去買新聞買媒體嗎 沒有 不需要 因為跟媒體做朋友 跟媒體為敵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寒蟬效應 是我們所有媒體最怕的 而郭台銘 你現在的選舉過程裡面 正好是你修補的機會 你未來可能 如果輸了這一次 輸給韓國瑜 你還得回到鴻海 你還得再去經營你的公司 你跟媒體多交往 多去改善你的關係 不是比較好嗎 你為什麼要讓媒體記得 每次伸出那支筆的時候 腦袋都會出現郭壯師 我真的這十幾年來 比較想郭台銘的新聞 我都會想說 要不然王楓讓你寫好了 我幹嘛去躺這個渾水 然後身為員工的都應該要趕快 其他同事就會 那靜平你寫好了 那你寫好了 你不覺得好像周星馳那電影 掉下來了又再撿起來 掉下來又撿起來了 一個新聞搞到大家這麼怕你 何苦呢 所以郭董我覺得 今天這樣的報導 不如你就笑笑的 如果有就 對啊 很多人喜歡我來幫我 這樣子的氣度 而且我相信媒體 應該會更想要聽你 而不是拿一個媒體指戰到勢 而且社長你記不記得之前 才前不久 我們那時候也在討論 他不是還幫那個 攝影記者吧 不是還在那邊搶鞋帶 有沒有 蹲下來戲鞋帶 把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說這個就是郭董的作為嗎 怎麼跟過去的認知大大的不同 然後他後來還做了很多 他認為應該是貼近庶民 很接地氣的事情 好 那個時候你可以彎腰 幫這個記者綁鞋帶 可是現在因為一篇報導 而且還是引述了周刊的 這個報紙的內容 馬上就火大了 就在這個今天大書特書 就說這個就是什麼黑鍋 總司令部這樣的字眼都出來 你不覺得非常的突兀嗎 這是不是才是郭董的真性情呢 我覺得一個人到了六十幾歲 才進入 從這個職場轉變 進入到一個政治的一個素人 我認為扮演一個政治素人 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一個 因為台灣從1988年 尤其是總統直選 就是1996年一直到現在 大概23年的過程當中 我區分台灣的這個政治社會 大概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精英政治的社會 精英政治的社會 第二個階段是民粹政治的社會 現在是一個庶民政治的社會 不管是民粹還是庶民政治 都會有個特質就是說 你每天都會被檢驗 而這個被檢驗是非常殘酷的 比如說我今天在臉書 或者是任何自媒體上 發表一篇 不管是清寒挺寒 或者是罵誰的文章 一定會有人來跟我按讚 但是一定也有人來罵我 如果說因為就有一個人來罵我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對不公堂 我就拿一把刀要殺到他的家裡面去 像話嗎 像話嗎 換句話說 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個庶民社會 或者說是民粹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或者我剛剛所說的公民社會的話 我們就要一個基本的修養 就是說有志罵我 或者是玉琴罵我 或者是徐甫罵我 我必須虛心的說 他罵我的原因是什麼 好 他罵我沒有道理 我再回罵 我們彼此尋求一個焦點 就是說共識 或者說是大家取的一個平衡點 如果說鏡周刊對於郭董 有任何的不當的指責 你可以提出說明 你就可以像你那一天 非常謙卑的 去戲記者的攜帶的時候 那一瞬間的那一種feel 你能夠再展現出來 你不是說180度 判若雲尼 前幾天才幫人家戲協帶 今天又來批判一個媒體 而且批判錯誤 我們只是一個轉述 或者說是引述 引用 引用有什麼錯 請教一下 任何全世界所有的媒體 世界上200多個國家 200多個國家 可能有幾十萬家媒體 這個幾十萬家媒體 請問郭董事長 有哪一家媒體 不曾去引述別人 引用別人的文章 有嗎 你可以舉出一家來嗎 就算郭董事長你好 你買媒體 你買100家媒體 我敢打包票 你第二天你的媒體 就會開始引用別人家的 不管是視頻也好 或者說是文字也好 一定會的 所以請郭董事長 隨時要保留住 你幫別人細攜帶的那個Feel 你那個Feel如果跑掉了 而且180度的這種轉變 甚至於完全的去顛覆別人 對你的那樣的 綁攜帶的Feel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是破功了 對 真的還是要提醒 郭董事長 你現在想要進逐的是 總統元首的大位 但是你未來 如果假設你真的是當總統 然後你手握國家的機器 當媒體對你成功 他移出檢視的時候 你覺得不滿意 你還是這樣子 劍拔奴障的態度 會來會不會 就把手伸到媒體的 前置言論自由裡面 這你要去思考看看 大家也會去觀察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態度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週刊 其實在點名到 所謂的郭台銘國政顧問團 點名到了前葛魁 毛治國 還有點名到了前文件會主委 聖志仁 朱雲鵬等等 我想請到競評 現在這個週刊 剛剛我們聽到龍介先講 這會不會是有意有人 把這個人拿出來說 這些就是韓國瑜的敵人 然後在製造國民黨內部的矛盾 當然現在這個 好像形成在國民黨內 就是挺韓跟反韓的對決 挺韓跟反韓 又有另外一種階段 就變成好像韓國之間的對決 好像變成說 郭在吸納反韓的力量 然後媒體這個時候丟出來 當然剛剛幾位前輩都講到說 郭台銘跟媒體的一些緊張的關係 週刊現在點出來這些人 其實在郭台銘剛組成的 這樣的一個輔選團隊 他要選總統的 這樣的一個班底的時候 除了他長期合作的 一個在國內知名的 A咖的公關公司 廣告公關公司之外 然後還有一些他自己的 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 還有年輕的一些小編之外 當然最引起外界注目的就是 剛剛講的朱雲鵬 以前的行政院政務委員 還有毛治國以前的格魁 還有這個聖志仁 以前的文件會主委 感覺上好像馬英九的官員 都跑到了郭台銘那邊去了 所以當然會讓人家有見縫插針 然後開始在裡面影射 開始在裡面覺得你看 對 就很厲害 而且還有媒體的人 不少 你剛剛跟你講 還有媒體人 也跟馬英九還滿友好的 包括這個 還有包括馬英九的好朋友 陳長文 還有甚至趙少方先生 都幾乎都好像或多或少 媒體都有報導點名說 他們在為郭董出一些點子 出謀話者 不見得是他的什麼智囊團 或者顧問或他的班底 但是幾乎這幾個人 都有在媒體上 大家去Google一下 都有看到這些名字 都在好像跟郭台銘 這一次在選 國民黨黨內出選總統 都有拉上關係 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同時也都跟馬英九交好 這無可否認了 所以也難怪 剛剛許甫你一開始就問我說 這樣子會不會民進黨也好 媒體就會 你看就是馬英九了 就是在裡面 好像是塑造國民黨內部的矛盾 的確在國民黨內部 已經這個矛盾越來越大 而且我擔心會變成一種裂痕 所以我認為說 就算是挺郭台銘也好 或者是挺韓國瑜也罷 尤其是挺郭台銘 不必要去傷韓國瑜 這樣當然挺韓的 也不會想去傷郭台銘 一樣的道理 但是我往往看到 我覺得郭台銘如果說媒體對他 還有包括這個 說黨中央對他黑鍋 然後打鍋更是不一定 但是你看看 篇幅一拉下來 往往就比較起來 黑韓的 然後罵韓打韓的 是比例更多 那個是數倍 所以如果郭台銘今天設身議題 這個換個角度場 換個立場想 他今天是韓國瑜的話 他不只是血壓不要高 他面臨的壓力是排山倒海 而且你要撕多少報章雜誌 你要從國內所有週刊 跟報紙四大報全部都撕掉 然後你要撕的是多少 你要把所有電視都封殺嗎 所以這個對於郭台銘 他從來沒碰過 所以我才認為 果然經濟場域 郭台銘先生是老手 但是你碰到了政治 你就沒有那個抗壓性 政治來說 韓國瑜他還是有他的本能 他的生存法則也好 他的抗壓性也好 而且我要強調說 為什麼我說挺郭不必傷韓 過去除了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韓國瑜過去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你想想看去年這個時候 誰理他 國民黨今天能有今天 當時還沒有想到會有今天 誰看得起韓國瑜 當時大家會想說 當時要幫韓國瑜的人 就今天還有包括現在裡面 就要蹭韓國瑜的人 你當時這些人人在哪裡 包括今天罵韓國瑜的人 你當時去年的今天你人在哪裡 你在幫韓國瑜嗎 還是你在嘲笑他 結果韓國瑜把整個風向帶起來 把整個身世炒起來之後 大家全部靠過來 好像要開始 就好像前幾天那個 有一個新聞收割到尾 真的好像在收割政治到尾一樣 好像韓國瑜的成功 是我們大家一起創造的 屁 韓國瑜是帶動了整個 國民黨的這個氣勢 今天主客不要異位 也不要倒果為因 所以我才講說 如果你今天不喜歡韓國瑜 沒有關係 民主政治在黨內出選選舉 都一樣 但是你不需要再挺一個人的時候 我會講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覺得語重心長 因為我往往看到 滿支持郭台銘的 包括楊秋新先生 包括杜子誠先生 這些人都不可否認是挺郭 但是你在支持你的人選的同時 你不需要去傷韓國瑜 你不需要從頭到尾 從韓國瑜訪美 或是訪美之前 從頭到尾 包括最近深陷了這些什麼 黑韓事件 你總是 已經不是蹭韓的問題 他等級已經提升 我不打韓不快 我真的懷疑他是民進黨的人 還是民進黨的臥底 在藍意裡面充分的 直接這樣子傷韓國瑜 然後楊秋新先生也是一樣 你要跟韓國瑜拆火了 然後要分道揚標 大家就是君子之交蛋乳水 不出二言 絕交也不出二言 但是你不需要為了 支持了一個人選 然後就拚命的去講人家 怎麼樣不是 如果是郭台銘跟你的班 你跟幕僚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約束他們 因為我覺得你打他 不見得對於女后整合 或是有利於女的初選 能夠更進一步 這樣子取得更多的支持度 不管是雙方誰當選 你都要去弥平那個傷痕 要去整合另外一方 你才能團結贏得勝選 一個船快破了 動了千瘡白骨 你如何能夠在民進黨的 在埋伏了重兵 在前面的海峽的時候 你如何能夠闖過這一關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思考 清楚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 在講這些的時候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韓國瑜的心聲跟立場 對 所以現在韓國瑜 他就是不斷的在打哈 然後可能甚至都包括了自己人 但他還是非常努力的 要為人民服務 要為市民做事 現在我們等一下 就要來好好的看一看 今天當然就有人在講說 你看他還在那邊耽誤市政 就是滿腦子想選總統 所以都一直在要跑行程 可是我們就要說 真正滿腦子選舉的 恐怕是蔡英文總統吧 馬上回來